大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 路中央突然一名女子 用外套把头薄了起来 走路摇摇晃晃 还不断对四周挥手 但挥着挥着 女子就这样倒在地上 把柏游路当座床 安稳的睡着了 奇葩操作让附近民众直呼 不敢相信 不要吧 这样就睡在路上了 我的天 她睡在路上 救护人员获报后到场 迅速将妇人送医 事发在17日早上9点多 这名42岁的温馨妇人 在桃园中立的卖场饮酒后 想要走路回家 没想到走到一半 却不胜酒力倒在路上 没多久被巡逻远警发现 恰逢普人派出所巡逻远警经过 立局现场指挥交通 并通知救护人员到场 协助送医 好在妇人没有发生危险 不过若是在市县不佳的 晚上醉倒在地 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 民事新闻赖果冰桃园报道